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很多打情骂俏的桥段至今仍被网友津津乐道 这部戏最高收视率达到8.05% 打破流星花园保持的最高收视率记录6.43 而陈乔恩和明道也开启了银瓶CP之路 英业三加一里两人的身份互换 陈乔恩成了千金大小姐夏天 明道饰演卖关东煮的小店伙计阿江 从小就认识还是同学 平时互看不顺眼 最终却因为坚定的爱走到一起 2009年合作守着阳光守着你的时候 陈乔恩和明道都已经从台湾转往内地打拼 戏中依然是情侣CP 明道饰演富二代杨锐 陈乔恩则是灰姑娘丁小涵 古装大戏《王的女人》里 陈乔恩和明道演一对有缘无分的虐恋情侣 遗憾的是后面三部戏 均无法超越王子变青蛙 这对迎凭CP的人气也逐渐下滑 值得一提的是 明道转型担任制片人后 曾为陈乔恩两身定做过一部戏 顺与的代价 戏里跟陈乔恩组CP的是张翰 而明道只是客串了一个戏份很少的角色 这部戏播出后收视不错 也成为陈乔恩事业锦上添花之作 由于多次默契合作 两人的绯闻也曾传得沸沸扬扬 不过最终证实他们只是好友 所谓的绯闻恋情仅仅是博宣传罢了 从2005年合作青蛙变王子起 14年已经过去 而明道和陈乔恩的事业和个人情感都发生了变化 也有了一定的差距 明道曾以王子变青蛙 爱情魔法师 新苹果乐园等 高手数率的电视剧成为台湾偶像剧一哥 转往内地发展后 台前幕后全面发展 2010年成立个人工作室 以制片人身份制作了数十部电视剧 同时他还签约了徐开池 曹锡月等数位新生代小生花蛋 然而流量当道 小鲜肉横行 39岁的明道遭遇事业瓶颈 首先他面临转型困难的问题 偶像标签为他带来了很多荣耀 却也阻碍了他的发展 如今演男主角会遭嫌弃不够年轻 演小鲜肉的长辈 或许他又拉不下脸面 久而久之戏约骤简 另外影视圈进入寒冬期 横的怨言都没戏拍 像明道这样高不成地不就的老偶像更尴尬 早前他曾在某节目里自曝一整年都接不到戏 被朋友嘲讽 再也演不了男一号了 与此同时明道虽然开了工作室 也有签约艺人 但是最近几年并没有拿得出手的新作品 旗下艺人也无人能够出圈 作为老板的他多少有种挫败感 所以他才会懊恼的说 最近几年做什么都不太成功 我都有点看不起我自己了 至于感情方面 传闻一大堆 但是真命天女是谁尚不明确 早前有传闻称 他的女友是一位圈内人 不过明道始终没有回应过私生活问题 相比之下 陈乔恩的事业则顺畅很多 转往内地后混得风生水起 是为数不多在内地资源火爆的台湾女性之一 除了演戏 他还频频以MC身份录制真人秀 1979年出生的陈乔恩 今年迈入40岁门槛 可他依然在影视剧里演少女 不仅跟陈小等85后演情侣 甚至跟95后的王一博组CP 为此遭到网友痛骂装嫩 即便如此 他的颜值还是能打 否则也不会受到制片方的青睐 曾经核实 陈乔恩被调侃是伴娘专业户 和台湾娱乐圈的党婚大使 而他也在节目中透露 因为工作排满党 每天不是在片场 就是在去片场的路上 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 也没有机会认识圈外的人 好在爱情没有放弃他 因为一党女儿们的恋爱 让他跟男嘉宾艾伦 也就是曾伟昌假戏真作 发展成现实情侣 12月2日官宣恋情 艾伦比陈乔恩小9岁 来自马来西亚 家境优越 毕业于澳大利亚名牌大学 目前在家族企业担任高管 外形俊朗高大 身材健硕 跟陈乔恩颜值和性格都很般配 所以恋情曝光后 收到网友的祝福 现在距离当年拍 《王子变青蛙》 已经过去15年了 陈乔恩人气一直不差 依旧还是演什么火什么的状态 明道通过综艺节目 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演剧实力 现如今陈乔恩已经41岁了 虽然他已到了不惑的年龄 但是他的颜值身材气质 还有穿搭依旧在线 时尚气息一点都不输少女 折识让人羡慕 只要陈乔恩身穿礼服 或者婚纱出现在镜头前 大家脑海里马上就会浮现出 偶像剧的各种浪漫情节 近日喜剧之夜节目喜庆开播 这次两人15年后再次携手 一起合作出演小品 搭档是我们喜剧界 很有人气的许军聪 许军聪与贾玲张小斐 在央视春晚上合作的婆婆妈妈 就格外有效点 这次三人搭档 组合还挺新鲜 不过许军聪真是有点被忽略的感觉 明道陈乔恩CB感实在太强了 估计也是先入为主吧 俊男谅女的组合看起来非常养眼 大有一种在演王子变青蛙的感觉呢 这次陈乔恩摔上婚纱准备出嫁 徐军聪一身红色香变西装十分正式 看起来两人应该是准备结婚的架势啊 参加女儿们的恋爱后 陈乔恩也终于在40岁 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另一半 与小九岁圈外人艾伦谈起了姐弟脸 虽然两人恋情一度不被看好 可是陈乔恩不顾脱粉危险 几次出面勇敢拥护男友 也足以看出他对现任小男友的满意度 40岁能够再动心真的不容易啊 这次穿上婚纱 似乎看到了陈乔恩出嫁时的样子 娇小却玲珑有致的好身材实在惹人羡慕 在两位高大男搭档的衬头下 陈乔恩显得好娇小啊 利落偏分刘海很有气质 搭配头纱温柔又可爱 最喜欢的还是陈乔恩有感染力的笑容 笑起来想弯弯的月儿实在太甜了 现在的陈乔恩已经从当年的青色女孩 变成了气质女性了 从服装造型可以看出 这其实就是当初两人发合照时的造型 陈乔恩粉衣温柔 明到一身印花西装 则多了些复古贵公子气质 陈乔恩依旧是可以演偶像剧的年纪 而明道这些年更是一点也没变样 虽然被朋友调侃不能再演男一 但他依旧是很多人心中 独一无二的霸总代表 当然依靠出众的演技 明道完全可以走演技派路线 陈乔恩工作室晒出了一组 陈乔恩与明道同框的美照 并配文 陈老板小品处女秀的新尝试圆满完成 甜甜的婚纱恩 温暖的回忆纱远美好不停 照片中陈乔恩身穿婚纱 头皮头纱 纯洁美丽 明道一身花色西装 潇洒帅气 观众心目中 曾经的最佳荧幕情侣 陈乔恩名道同框了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两人还是这么的年轻 简龄 美丽帅气 叶天瑜和善君号合体 引起了网友的回忆纱 王子变青蛙CP圆满了 记得当年 王子变青蛙这部剧 真的是火遍了大街小巷 明道是万千少女心中的偶像 而陈乔恩 更是很多男生心目中的女神 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 陈乔恩已经到了40岁的年纪 但是陈乔恩保养的确实很好 另外陈乔恩还在 个人社交媒体 晒出了和明道同框的美照 并甜蜜配纹 好久不见的呀 明 明道随后也分享了同组合照 好久不见的呀 两人亲密的头靠着头 让人瞬间回到 王子变青蛙的剧情里面 这部戏的经典桥段太多 曾经最看好的一对 如今同框满满的感动 陈乔恩美貌依旧 明道身穿印花深色西装 浓眉大眼 笑容依旧明亮温暖 陈乔恩穿婚纱 纯洁美丽 同框一身帅气西装的明道 两人搂腰拥抱 在线王子变青蛙的经典场面 真是满满的青春回忆 只是很可惜 其中二人的精彩演绎 圈了不少粉 戏外却没能走到一起 仅仅是普通同行的关系 偶尔合体 满足一下CP粉的幻想 如今明道这些年 一直未成家 前有被爆出恋情 一直忙于工作 而明道妈妈现在最大的心愿 便是儿子能够成家 而陈乔恩通过女儿们的恋爱 结识了马来西亚的艾伦 节目外 二人迅速发展成情侣 迅速坠入爱河 现在艾伦花费了很长时间 陪伴陈乔恩 像年轻小情侣一般 希望这段恋情可以修成正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 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四一泰的视频 就请多多点和关注 四一泰每天都会更新 精彩娱乐资讯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